类质可以提高颜值 这个说法是真的 这么多的明星脸上都有类质 明星们随时随地都会被拍 所以他们的颜值都特别高 就是为了360度无死角 不过有一些明星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脸上都有一颗类质 看起来更加的吸引人 在以前很多人是非常讨厌 自己的脸上有质的 但是现在大家化妆 却都喜欢给自己点一颗质 真是奇怪 看看有哪些明星都有类质 第一个就要说小白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 就是白静庭 她的名字和她的颜值成正比 一个非常好听 一个非常好看 她的五官特别的秀气 如果光看点不看其他地方 恐怕还会以为是一个女孩子 她就有一个类质 平日生活中的小白特别的懂 吸引了很多的女生粉丝 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月醒了这个角色 陈瑶将她演得特别的好 非常的有特色 尤其是在第二部中 她竟然大胆地挑战了版团 可酷可蒙 相信很多的女艺人都相比不了 因为陈瑶的脸是特别可爱的 再加上这颗纸 完全就是给这张非常美的脸上画龙点睛了 娱乐圈内能够排上榜的美女绝对有低利热巴 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否认 她是新疆的小美女 新疆的长相有点抑郁风情 非常的有特点 在穿上几领衣服的时候 热巴瞬间就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人了 仔细看的时候 一定可以发现 热巴也是有着类质的 就在眼角下 确实这个质更加的令她有魅力 临临也算是一个风情万众的艺人 她不仅长相特别的淘气 而且还特别的有气质 整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并不是特别的出众 但是越看你就会越发现 她整个人都特别的吸引人 尤其是她的照片特别有的 很多姑娘都会挑选她的姿势 还有打扮来学习 由此可见 临临的美是大家公认的 临临也有一个类质 在脸上更是添了一点其他的风情 似乎更加美了 有些四千年美女称号的居静衣 也有了一个小小的类质 能为大家这样称呼 相信她的美貌 确实被大家所认识 她本身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非常娇小特人 再加上颜值还这么高 真的是太惹人恋爱了 看着就像给她一个抱抱 怎么样 我能不能解吗 儿子 有没有 你能不能解开 你还能解开 uję 我能不能解开 你能不能解开 你能解开 等你 不能解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